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看到恆生指數出現了低去低走的情況 按著這種走勢來說 其實就是很明顯的一個下跌形的趨勢 這種下跌形的趨勢要有止跌的特徵 通常都可能會打回前期的平台才有止跌的特徵 例如回到1971.8附近 其實我們在2月初就已經跟大家說了下跌趨勢 目前來說應該是第一段下跌趨勢的尾聲 所以後面的話在下星期或三月初應該會有一次反彈 反彈後在三月份中依然會有一個緩落 所以這次大的一個支持位置應該是一萬九千點附近的一個走勢 這種應該不會那麼快立即來到 短期來說應該是有一個先反彈最下跌的一個特徵 目前來說是這麼看這個整體的一個走勢的市場 關於過股方面的話 其實在這段時間的話 只能夠以短線型的操作方式去應對 因為你看回今天的跌幅的股票 其實都是比較大的 很多股票 這種都是通常對比市場資金比較 僅僅的一個特徵 昨晚美股是這種我們看到的芯片半導體類的表現 但是今天的市場 講過都不怎麼跟 反而依然是孤空營的TNT 指數 孤空營的走勢是比較強勢的一個特徵 所以這種類型的話 通常對比市場 依然是比較多人 偏淡的一個特徵 所以這方面的相關的一個走勢的話 可能在後期還是會有一個 繼續 有更多的資金去孤空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 都是要找機會 適當地有佈局部分孤空營指數的一個倉位 好 這個是應對我們接下來的行程的話 會做到的一個地方 先等反彈 看看有沒有機會反彈出來之後 再去補局一些條倉的方向 OK 好多謝各位訪問 這下期粉絲同大家講到